大家好 我們繼續回來了 今天是29日的直播 這一節要說的是俄羅斯富豪的情況 俄羅斯富豪 住英國 各樣都好 但是現在天堂變成地獄 還要被人 制裁 就是因為被人制裁了 現在 俄羅斯富豪的生活 跟我們的生活差不多 除了躲在家外 主要來說就沒有工作了 他更加慘 連出去吃飯也不行 我們一般人的生活已經比俄羅斯富豪更好了 大家是不是很開心呢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有些時候 不是要 這個有時不是魚蛋論 王子華說是魚蛋論 但其實不是魚蛋論 有時你對於一件事的滿足感 不在於你那顆魚蛋有多大 而是對附近的那種公平的感覺 我們用正面的角度去說 很多時候那些人說出魚蛋論 那些人說 自己不能發達 也想人家死 類似這樣的說法 其實不只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很負面的解讀 實際上這個世界 人的滿足感 就是來自於這個 你覺得自己的生活 跟一個九十多億身家英鎊 的人是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生活 很好的 有一種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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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源 俄羅斯富豪 現在好像貧窮族一樣 很慘 怎麼慘呢 今天我們跟大家說說 這個富豪的名字叫 什麼呢 福利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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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句是 廣東話 Fuck you too slow Fuck you too slow 吊得你遲 意思是 廣東話 可以翻譯 阿 廣東話 好了 福利德曼 他是這樣說的嘛 忽利德曼說被英國制裁 曝光了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況 根本是由天堂跌落地獄 原本是錢多到用不完的 現在就好像貧窮族一樣 每日花費的金額只能夠是負擔基本開銷 連去餐廳吃大餐也不行啊 慘了 為甚麼會那麼慘呢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 西班牙國家報的報導 福利德曼經營俄國最大的私人放泰亞爾法銀行 這是大耳洞來的 這是大耳洞來的 大耳洞的老闆 過去10年長期在英國活動 身家達到93億英鎊 厲害 一千億港銀 英鎊跌了 現在沒有一千億 這個真的是富豪來的 這個不是普通有錢人 沒錯 但是當普京 進攻烏克蘭之後 他的公司就被 英國列入了制裁的黑名單 因為亞爾法銀行 其實是最大的私人銀行 他除了是做大耳洞之外 他也是私人銀行 即是做private bank private bank當然是吃大茶飯的 但是 他現在的資產全部被人凍結了 現在 不可以 吃大餐 也不可以買奢侈品 陰謀論的說 英國政府一早就想凍結他 飛雲 一下就來了 其實 大量的俄羅斯傅在倫敦 英國政府部署了很久 英國政府最大得益者 俄羅斯傅在英國的資產起碼是幾千億 這傢伙也說幾十億 所以那個 背後發動 侵污戰爭論 特益者 很多 如果真的要這樣算 瑞士呢 瑞士也是 每個人都有份 為甚麼只關美爹的事呢 中國大陸也不見得 不是賺錢 根據藍媒所說 這是制裁機遇來的嘛 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來了 為甚麼不是中國搞出來呢 全世界武漢肺炎不是中國搞出來 所有人都要跟他賣口罩 賣快速測試啊 發大財 防疫發大財 拼命賣快測 繼續說回忽利得慢 他說 現在 英國政府凍結了所有資產 信用卡又不行 他只是得到英國政府批少少的零用錢給他用 讓他可以解決生活需要 這些零用錢只夠他 買菜回家自己煮來吃 或者是平民的外帶食物 即是我們叫做You But It 以及可以讓他坐計程車回家 以及可以讓他坐計程車回家 這些翻譯 因為台灣新聞 如果要 有更高的花費 就被完全禁止 就去餐廳吃大餐也不行 很慘 他的活動化物之靈 在家仍和被軟禁一樣 其實你可以出去打工的 你去中餐館 做孔餐 你不可以吃大餐了 買電單車去送外賣嘛 同鄉也是這樣做的 變成俄羅斯外賣 不是很差的 坦白說 全英國人都在做相同的事 有錢和沒有錢的 都是在吃外賣 都是在叫 Deliver活 都是在叫 Deliver活 East it 我們也是經常在家 我們也是這樣貧窮 你的花園大一點和小一點都是這樣 花園大嗎 更慘啊 這裏是很社會主義的 你真的不是說笑 不是我們叫做有錢就是這樣 很窮的那個也是這樣 住在公屋的那個也是這樣 住在公屋的那個也是這樣 這裏的貧民區的車子很漂亮 我告訴你 沒有去到伯拉里 但那些賓士寶馬很多 新車來的 其實英國人 有錢人和沒有錢人的差距很小 大家也有時候 大家都去酒吧吃 炸魚薯條 窮那個人 一個月有KFC 有麥當勞 一個月用千多磅政府津貼的 一個月用百萬富翁或千萬富翁 都是吃炸魚薯條而已 他的車子漂亮 我們剛剛才走過 那些區 我真的特意瞧一下 那些車子那麼漂亮 那些車子比我們更漂亮 我們更漂亮 我們更漂亮 普通的平民東西 繼續說回俄羅斯的富豪 他覺得現在很慘 就是 這樣下去 所有的生活 全部都被制裁 等於俄國雙人幾十年在歐洲的心血 全部扶之一舉 他說現在西方這樣制裁俄羅斯雙人不是很正確的 不單止制裁 其實沒有辦法阻止普京攻打烏克蘭 只是 逼這些人回到俄羅斯而已 資產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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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也是 沒有辦法 誰叫你是他的同謀 因為 在俄羅斯 你為甚麼可以發達呢 你不是跟普京勾結你不能發達的 所以 人家認定了你是同黨嘛 什麼是同黨 同黨你要跟他黨語 跟他黨戰 現在普京不在英國 不論你是在英國 人家射不到普京就要射救你 很簡單 制裁一直都是這樣的 制裁就是制裁在制裁犯法裏面的人 跟國安法差不多 所以 鄧炳強經常叫囂 說你來啊 我出頭彈機票包你過來 繼續說回 其實我又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的說話 其實這個 絕對一定是 跟俄羅斯政府有勾結 一定是啦 你們覺得自己 很本事 靠你們自己的本事 賺回來的東西 這就是大貪官 這就是華為 或者是 那些華資行 不是凍結你的生意心血 現在你那裏有大量的錢 其實是俄羅斯的錢 放在英國 英國一直都知道 英國一直都是俄羅斯富豪 藏身的地方 我告訴大家 倫敦最漂亮的豪宅就是被他們買的 還有油王 中東的錢 俄羅斯的錢 這裏最漂亮的屋子也挺貴的 因為這裏的屋子是很大的屋子 成為皇宮 我們之前看過一些屋子 我看到很漂亮的 然後我特意搜尋去看看 1200呎的屋子 1200呎的屋子只值1億 1900萬磅就不太貴 但是我看另一個 那裏就有 5500萬磅 這裏真的是很社會主義 你以為那裏是有錢區 像山頂道那樣 再向前走 又變回公屋 好像上水 真的向前走一陣子 是同一條街 然後就變回公屋 其實這裏有很多公屋 豪宅區旁邊有很多公屋 不會像香港 中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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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藉道 私分道 私圖拔道 山頂道 私圖拔道 也有兩條 比較便宜的房子 但是 山頂道就不太便宜的 但是他不會在那裏建公屋的嘛 英國真的會在那裏建公屋的 等於在私圖拔道建一座公屋的 這裏是很奇怪的 這裏是很左膠的 要公平的 俄羅斯富豪說真的 你們沒有一個乾淨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靠群帶關係 靠一些政商勾結 而發達的 沒有一個不是 就算亞巴摩維茲也是 你怎麼做到郵王啊 你不是有侵吞這個國家的財政 你怎麼做郵王 我想問 你們有自己來找你嗎 不會的嘛 所以 凍結他們的資產 是對的 你們這些錢都是 俄羅斯的民資民工 幫助英國政府順手捏來 其實有一派人是很支持這些 他們覺得 就是要卑鄙無恥才會發達 我也有這樣的朋友 很多年之前都跟我說 他們覺得就是要夠卑鄙才行嘛 這些人呢 通常 就是自己在做狗才 他們不知道 當別人卑鄙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這些人就是劫匪邏輯 打劫人有甚麼不對的 甚麼我把刀比較大 你把AK出來 你又給人家 又說你又打劫人家 你不是說惡 我們真真正正的跟這些對抗 你真的要有公正的心 不是你任何每一件事都要公正 但是你不是 用回 那個公正去對付他們 其實是永遠對抗他們不了的 他這個真的是黑暗面來的 這個黑暗面是人性很大的範圍來的 各位 好 有多少人可以 有錢得來又會跟你說公正 願意局部公正都已經很好了 願意手下遊戲規則 都已經很好了 即是你說 在英國貧富懸說 是有的 也有很多很窮的人 也有很多有錢人 但是你如果在生活方面 尤其是飲食 有錢也跟窮人 其實吃那些東西差不多 這裏就是制度 令你都要局部 遵守制度 不可以有錢大了 我買了約翰遜 買了整個保守黨 控制一切 然後我把街道 然後不給Council House 不會有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民主社會就是有制度嘛 是有局部的東西要遵守 英國坐得市當然很貴 英國坐得市非常貴 比香港大約4倍 我們之前在市內乘了一段路 也只有18、19磅 其實是貴的 Uber便宜一點 Uber也比香港的士 比香港的士便宜 但比英國的士便宜 我們再評論一下俄羅斯富豪 其實呢 你們也是 一句說話 死又不辜的啦 你也吃得黃米多啦 俄羅斯的文資文膏來的嘛 不過你因為勇敢勾結普京 你因為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得到那些好處而已 貪官在哭嚇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這樣不對的 你不可以勇敢來 其實他勇敢來了那麼久的 Exactly就是我那些 很多年之前的朋友說話 應該比較卑鄙一點 他平時就很主張這些東西 到了英國政府卑鄙的時候 他說你不應該這樣做的 我的努力付諸一句啦 你打劫人的時候有沒有這麼說呀 說真的 你如果不是勾結普京 你不是現在在俄羅斯在喝鳳特加那些什麼狂鬼嗎 是不是呀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吧 好 拜拜